嗨,大家好 今天我独自一个人到森林里采蘑菇 本来约的两个好友愉快来采蘑菇的 他俩有事呢,不能来 那我就独自前行啦 周末的时候在闺蜜家那片森林里 只采到了四五朵,特别的不过瘾 现在既然到了十月,蘑菇的旺季 那不进森林里面来找蘑菇,会有遗憾的 如果能采到牛甘菇,那当然好 如果采不着就当到森林里呼吸新鲜空气就好啦 现在你看,这隐藏着两个 小小的,你看鼻涕虫已经开始 跟我呛吃的啦 这是我看一下小脑袋我就知道了 因为他的腿是大的肥的 下面还有一只鼻涕虫 这两天没下雨,没下雨有个好处 没有那么多鼻涕虫也没那么脏 看,这是麻红菇林,这里还有一个 他就喜欢这种青苔,有松针 然后呢,还有小木,还有落叶,这是腿粗的 这是腿粗的,然后这个是腿细的 看,发现两颗 牛甘菇林是比较好辨识的蘑菇 只要学会了识别,就基本不会担心会不会采错的问题 因为它们非常的好辨识 看,这里就藏了好多 一回头,竟有了 看,看,太棒了 都是,哇,超开心的 然后这里 哇,太开心了 这里还有多小的 这里还有 看,又发现了一堆牛甘菌 嗯,我来啦 一二三四五六 六朵 哥 啊,太开心了 看,这种散盖还没有完全打开 特别嫩,口感是最佳的 一转就变,这里也有一对 软生姐妹 真的是软生的 像那边有些绿油油油的 但这种地方呢 它有湿度 那它可能就会有 所以,早呢,一定要会早 它对环境的要求还挺高的 其中缺少一样呢 温度不够 湿度不够 光照不够 那它肯定不会 不会长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了季节 如果天气过暖的话 也是没有牛甘菌的 还得再降温 降到十度左右 十二度 还得下过雨 然后还得出太阳 看好时间呢 就可以出来采牛甘菌了 看我看到啥 巨大的牛甘菌 看到吗 哇 简直了 然后不下雨 它还不坏 一回头 哇塞 太棒了 看比我的手 你看,瞧 瞧瞧脑袋 你看,比我的手都还大 哇,太开心了 哈哈哈哈 而且干干净净的 一看一点都没坏 哇,不下雨就是好 不下雨简直太好了 还有一朵 这朵有点 你看有鼻涕虫在吃了 哇 看 比我的手都还出 两朵 这两朵就已经是一餐了 哎,巨大的 在对比我这个小的 是不是很神奇呢 小篮子一提 立马成了许多 像不像一个老太太 潭山的 住着拐杖 找蘑菇的老姑娘 这个棍子是我在森林里的魔杖 可以帮我少掉蜘蛛网 还可以帮我探路 还可以防狼 保护我 不会摔跤 所以这个棍子进到森林里 意义重大 啊,又看到了 又看到了 一手画 看 叮叮叮 两朵 马云菇林 三 然后 这里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还有一个mini的 啊,太开心了 不下雨真的好棒 一点都不坏 太棒了 所以采蘑菇就要这样慢慢走 慢慢看 慢慢寻找 这就是寻找的快乐 刚说我的棍子是我的魔杖 然后立马就变成了我的魔杖 让我收获 让我收获 这朵这么小的我也不放过 来个特色 小魔杖 当发现几朵流干菌以后呢 留意一下周围的 说不定还能找到 篮子里的小蘑菇 分量多了 进到森林里 就很容易分不清东南西北 但现在呢 科技发达嘛 有手机了 弄个定位 就可以很放心的 在森林里乱串了 看我太开心了 有些人不懂蘑菇 他以为这不是牛干菌 一切 然后变紫色 这是箭手清 Hex and Ruling 我捡到宝了 你看这还有一朵 啊 太棒了 因为你看它的散盖 你看它的海绵体是红色的 然后呢 跟这个普通的牛干菌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就把它扔了 这个是箭手清Hex and Ruling 很难得在我们这边北德碰到的 非常难得 这朵已经被吃了 我就不要了 哇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你看它这个Hex and Ruling 它变色特别特别快 这完全都变黑了 你看很快的 它的海绵体是红色的 雪红色的 然后它上边的这个散盖呢 就跟普通的 你看跟普通的这个是一样的 它的散盖是一样的 但是很多人就一切开 看到它变紫特别厉害 你看这个切的是白的 不一样的 所以那些人就害怕 然后就把它扔了 但是这个是个宝贝啊 很少见的 起码在我居住的这一片 非常非常难得 非常少见 今天出乎意料 一千两次收获的好多了 前几次都是四五多 而且还特别的小 今天采到的蘑菇 够了够了 回家喝上一杯热咖啡 完美